只要將手接近門鎖 燈光亮起的煞那 門就會同步鎖上 然後也是一樣鎖起來之後 然後這邊亮燈提醒你說 裡面有人 這是紅外線移動探測感測器 應用在公共廁所門把 號稱能有效降低接觸病毒的風險 上廁所的時候就會注意到說 就是門把不太乾淨的事情 然後就想說 可以在就是可能像咖啡廳那種 比較稍微私人的一點地方 就是他們的廁所 可以做成這種感應式 想都沒想過人人必知 唯恐不及的新冠肺炎病毒 竟然成了發明靈感來源 像這個中國籍學生設計的 公共場所防疫工作站 利用大數字結合物化 紅外線技術 可以直接對出入旅客 進行健康資料的核查 另外這個用在呼吸治療的 高頻呼吸器 可以減少傳統機械 通氣肺炮壓力變化過大 可能造成的肺損傷合併症 以前傳統呼吸器用插管發覺 容易導致病人 使用者會有咳嗽的現象 會把病毒把它傳播出來 它如果使用氣線的方式 會減少這一項的風險 照顏著看起來不起眼的醫療箱 竟然是結合了充氣床墊 箱體 氧氣瓶 甚至還有病床監護儀 即使在偏遠地區也能夠就地治療 全球防疫大作戰也激發學生們的 無限發明創意 黃雨昕網王家姐 伊力婷台北報導